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看我能带多少兵 韩信回答说 陛下你最多能带十万兵吧 刘邦听了不大高兴 于是问 那你呢 韩信非常骄傲地说 我来点兵 当然是多多益善 刘邦的心里 就像扎了一根刺 韩信之才 确实无人能及 可是这也犯了君王大忌 若吴不能用信 又岂能为他人所用 由此埋下隐患 这位国事无双的将才 最终惨死在大汉的长乐宫中 正如国学大师 曾世强曾说过的 一个聪明人 一旦开始炫耀自己的聪明 他就开始变得愚蠢 真正的聪明人 平时懂得装傻 适时懂得抓住机会 古人云 木绣于林 风必催之 堆出于暗 流必湍之 一个人过于表现自己 就会成为众矢之地 不但会招人嫉妒 还会招人陷害 懂得装傻 是一种智慧 要知道在这个世界 没有真正愚笨的人 别人傻不是真的傻 而是他不愿去招惹是非 所以才会隐藏自己的锋芒 懂得装傻 才是真正的聪明人 真正情商高的人 都懂得装傻 穷居配语里有一句话 向以牙而成琴 磅以珠而剑铺 金夺以生自毁 高竹以名自奸 故永世死于封敌 致时败于拥毙 好水者溺于水 持马者跺于马 君子甚物以绚路而招损灾 做人要谨慎 不要像大象 和磅 金夺一样 炫耀外露自己拥有的某些特长 反而为自己招致了火端 人有才华是值得开心的事情 但因此伤害别人 再好的才华 都是得不配位 有一个小姐姐 是一间知名大学的博士生 毕业后进了一家公司 她非常有才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走哪都光芒四射 这让同事自愧不如 都觉得她会高不可攀 有次 大家在开会 她提了个很专业的名词 大家都没听过 所以一片哑然 她意识到后 立马说 不好意思 我记错了 当时气氛才轻松下来 然后她换了一种 简单易懂的方式讲解 后来 有同事去查发现 当时引用那个专业名词 再合适不过了 慢慢的 大家都很喜欢她 觉得和她相处 十分愉快 自在 古人云 君子要聪明不露 才华不成 当我们的炫耀 不小心碾压了别人的尊严 做人处事便会失去了 他们的认同 真正的聪明 是适才而不露于色 藏情而不显于表 装傻 不是讨好 而是更懂得照顾他人的感受 懂得装傻的人 不会去算计他人 相处起来 会更加舒服安心 装傻 是做人的最高境界 英国政治家 切斯特菲尔德 曾说过 要比别人聪明 但不要让他们知道 三国时期 曹操评价自己的谋士寻忧 智可及 于不可及 尽管寻忧经常在曹操身边出谋划策 活捉吕布 关渡之战中白马胜利 彻底平定河北 都是主公 但当他的表弟心涛私下问他 听说攻取河北时 您有个妙计 寻忧却说 心脾替元坛来求援 大军前去平定 我哪里知道什么 他对自己的子弟 都不会多言自己的功德 而是处处推举下属功勋 为人虚心 从见如流 所以曹操称他虽颜子 宁武不能过也 曹操曾经多次告诫自己的儿子 要向寻忧学习 见到寻忧也要行礼 在寻忧生病的时候 曹操还亲自去登门探望 甚至寻忧死后 曹操每次提起他都忍不住流泪 能够让骄傲的曹操做到这一步 寻忧的鱼成为千古美坛 老子说 大巧若捉 大便若那 那种无论在处理职场 还是周围的人际关系时 都亲和力十足 聪明泪敛的人 往往胸怀 会大于常人 他们不耍心机 根本不会被心计所控 善用韬光养晦 回避小人 规避风险 这是生活中的真挚者 先秦在圣子海盗 那篇中有一句话 不鼓不龙 不能围攻 不轻易说破 看穿了别人什么缺点 也不轻易展示自己的优越感 居于低势 仍能稳居高位 所以装傻 亦是手桌的智慧 人生难得是糊涂 和朋友装傻 能相安无事 和爱人装傻 能融洽相处 和家人装傻 能幸福一生 钱财上傻点 不伤和气 人情上傻点 无愧良心 名利上傻点 不费脑筋 能和睦地与人相处 才是真聪明 人生起起落落 一念是福 一念是苦 懂得装傻 才是最大的福气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想起来都 变得起고 싶은데 그게 맘처럼 쉽지 않은 것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